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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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歲女同租同學咬面 扶斥幼稚園吵述了事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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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傷症癌或怎樣咬傷症癌 全部是沒有說的 就是說我女兒欠玩具 欠別人對方的玩具 被人咬傷的 回到我家後整晚是說咬咬咬 我覺得事態很嚴重 也擔心可能有病菌 翌日早上去警署報案後 立刻提醫生 之後回到幼稚園再捕警 下方已怕嚇到小朋友為由 一度不讓警員進去調查 擾樣一輪才看到CCTV片 學校和對方的家長 對方的媽媽 就覺得應該需要買一個 她來看我女兒作為好償 我是直接禁止了這件事 我不直接不同意 因為我覺得 什麼事無論任何年齡都好 打人也好傷也好 有對不起的成分要有 因為是錯失來的 現在只是把原本下午班的 希希調去上午班 黃生要求對方抽血 嫌有無傳染病 但校方說法律上不容許 又說事件已經交給律師處理 強調以小朋友利益出發 有下午班家長說 不知道有件這樣的事 她可能會有 會說是私隱來推討我們家長 她可能不一定會說什麼 我們家長都不知道有這件事 但如果你說真的小朋友 在學校裡面發生這些 她一定是要道歉的 黃生說希希時候每晚要哄很久才睡 雖然沒有哭 但半夜會無端端坐起來 心理問題 我怕她覺得其他小朋友都可以咬 或者不會咬她 警方說收到10月15日 分領一間幼稚園 一個兩歲女童懷疑被同學咬傷 雙方家長同意自行解決烈斗婚案 而同行為治療師就說 小朋友未太會表達 有時出手保護自己的事都不出奇 家長想知道怎樣處理 留意下一則動新聞 好 看到一段小朋友幼稚園裡面的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暴力事件 因為兩個小朋友 很明顯是小到幼稚園那麼小 我自己也是一個有三個幼稚園的家長 我為何會說 我會覺得兩則新聞是有關聯性呢 其實就很反映到一個社會 和一些企業文化的倒退 剛才所說的Pissach 是一間英資公司 英資公司還會 我們不是亂英 而是說我們是亂休 我幾認同人稱才子的陶傑先生 說過一句 我們不是崇英崇日崇美 我們是崇休 只要是休的東西 其實我們應該要學 就算我們在傳統的中國文化裡面 都是崇尚這件事 是不是 不應該去學一些劣質的東西 而第二則新聞 我們看到一個家長 他為了兩個小朋友的爭執 可能有一個A小朋友 咬到他的女兒 我不知道為何會搞到變成一宗新聞 究竟是否應該用傳媒去鞭策一個幼稚園的小朋友 去用公眾的壓力去聲討 我們以前那套價值觀 或者我們小時候受的那套訓練是甚麼 小朋友的事是被小朋友解決的 是不是 小朋友打架 打到會有大人和老爸和老爸打 老母和老母打 那些是大陸的新聞 是不是 如果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成長七八十年代來說 小朋友打架 要搞到老爸和老母打架 就每次都打齊 把牛肉刀在樓下打架 才搞得怎樣 小朋友誰不打架 是不是 搶玩具會打架 搶個球踢會打架 你踩我的乒乓球會吵架 難道這樣又每次都要報警嗎 我覺得 真是劣質文化的可笑 小朋友的事情應該是小朋友去解決 如果那個小朋友已經跟另一個小朋友道歉了 譬如說老師已經處理了那件事 其實應該就是讓那件事了結 從來教育小朋友的事情 除了是學校裏面來說 學校只不過是小朋友裏面 整個人生的價值觀 或者是一個去學習一些學和術的地方 人的價值觀應該是由家長 或者是怎樣去代人設物去處理 去將來面對 去怎樣去這個社會裏面 去找他的生活 或者找他自己的人生的話 都是家長應該灌輸給他的一個責任 和一個整體的人生的結構 在家長那裡來 而剛才我覺得這位家長朋友 我不認識他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想法 譬如說那個小朋友又要驗菌 抓人家去 大哥現在他不是有風狗症 是不是 小朋友打架總常有 是不是 那 只不過可能爭玩具 兩個都是一個幼兒的情況下 計而動手 總會有 就算兄弟姊妹都會 是不是 難道你家裡兩個小朋友打架的時候 你又會捉他去報警 然後會驗口水 什麼什麼什麼 我想都不會 都是私底下解決 是不是 至於他有提到一些事情 就是說 這個事情應該要報警 或者是警方要處理 以我所認知 應該是一個不夠十三歲 還是十一歲的小朋友 處理的行為 其實是沒有一個刑事的責任 至於民事 甚至乎他可以不用上蘋果日報 自己去找個律師去出信 但是第一 律師法庭受不受理 而是否有這樣的 值得去用這樣的途徑去追討 他自己可以衡量 而不是說 好像在新聞裏面來說 好像想捉另一位小朋友 去給他鞭撻 用傳媒 用公眾的壓力去鞭撻他 家長愛識子女的心 我很明白 我自己都很愛護我的小朋友 如果發生在我身上 我都會心痛 但是我想 用一個公眾傳媒 去給出這樣的訊息 就算用這個方法 去繼續教育自己的小朋友 我自己個人來說 就未必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因為始終父母才是 每一個小朋友最好的榜樣 以及最好的模範 好了 講了很多自己的廢話 想說的話 其實為什麼我會講這段新聞出來呢 其實很多教育經營者 他們未必有留意到 除了在應該買的勞工責任 水火險 第三者責任以外 其實在市面上有些保險公司 有提供到一些 我們叫做 教育機構的保險 換句話來說 一些教育機構的保險 教育機構的保險 可能關於剛才的新聞 也都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為什麼呢 其中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教育機構的保險公司 有加進去就是一個叫做 Fail to supervise extension 對於在校內發生的一些事故 如果那位受害人 或者一個我們叫做當事人 去向學校作出一個索償的時候 因為一些學校的疏忽於監管 而引申到他的損失 包括了哪類型 譬如說一些關於性的事情 譬如說性騷擾 或者兒童的性侵犯 或者是去一些我們叫做體罰 可能是一些過度的懲罰 對於小朋友 或者是在一些校園欺凌裡面的事件 可能是無論是暴力 或者是性那方面 另外有一些就是 剛才那件事裡面 可能是一些暴力的殺害 就是一些對別人的攻擊 或者是侵犯的時候 如果當事人覺得學校是有這樣的責任的話 他在學校作出索 申索的時候 保險公司可以代表去調查 抗辯 甚至乎法庭見 作出賠償 都可以為了這些潛在的風險 去為自己的教育機構 無論是補習社或者是學校 他作出一個投保 簡單來說 他跟這些其他的責任保險裡面 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主要整張保單裡面 就會為了法律費用 或者是真的 如果這件事情是證據確鑿 是有需要為一些有損失的部分 去作出賠償的話 保險公司會為這個部分 作出一個金錢上的賠償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了解多些這方面的事情 都歡迎和我聯絡 或者可以在發電郵來台這邊 可以多問一些有關這方面的資料 我們都樂意解答 不是一定要光顧我們才會為我們的朋友去解答 至於今集的理賠小貼士 我想說一件事叫做settlement 在早兩集我請了一位嘉賓 Gary上來 他是理賠上的專家 他當中有提到一些東西 譬如說一單交通以外之後 究竟應該怎樣去作出一個理賠的時候 有提到一件事叫做settlement 如果我們有時看新聞的時候都會說 就好像一些我們叫做庭外和解 去處理手法 簡單來說就是大家不想在那個 繼續在那個法律程序 或者在那個事件裡面繼續糾纏下去 保險公司會向對方提出一個條件 去終止那個索償的法律程序 或者是一些追討 一般來說 在一些什麼類型的保單 會比較常見 就是一些責任類別的保單 會比較常見到這些數字 因為責任類別的保單 裡面多一些位是可以各持幾件的 而不同一些譬如說財物保險 或者是一些我們叫做旅遊保險裡面 或者是醫療保險裡面 因為那類型的保險 那個數字走出來 是會比較solid很多的 舉個例 譬如說我入醫院花了五萬元 那你不會向保險公司要求你賠五十萬給我的 除非你的保單可能寫了一些很特別的條款 或者你除了醫療保險以外 你是買了一些譬如說危疾保險 或者一個住院現金這樣的保險 或者一些我們叫做入息補償的保險 如果不是的話 你進了五萬元醫院 那保險公司就賠回五萬了 或者可能多少少就是一些譬如說入院的房錢的津貼 那不會賠了幾十萬出來 所以在爭拗的點就沒有什麼 至於譬如說剛才有提到旅遊保險 那些也沒有什麼爭拗位 譬如說航班誤點 又或者是譬如說行李的損位 那所有東西都是因應一個框框的 舉個例 就是你整體的行李裏面來說損失了三十萬元 保險公司根據折舊率 各樣的評估之後賠兩萬八 那爭拗位都很少 但一些責任裏面的保險 大家的爭拗位 或者可能值得討論的點會比較多 譬如說哪樣東西是誰負責 譬如說究竟責任誰屬 例如還有就是那位當事人索償的金額 是不是合理呢 譬如說舉個例 一個人明明只是兩萬元月薪的人 當他因爲那個意外事故而引申到 他可能有一段短暫時間 喪失了工作能力 而他向對方索償是一個每月二十萬的收入的話 可能他都要有一個很充分的證據 為何他會每個月要二十萬 你可能譬如說加了一些交通費 醫藥費 各樣的情況下 才可以砌到這條數出來 而說明這條數是砌出來的話 換句話來說 大家都會有一個爭拗點 究竟是不是對方肯付錢之中 先付足那個數 所以說中間大家的討論點 和討論的位置都會比較多 就引申到會有Settlement Settlement的意思就是 我們想用一個彼此都接受到的銀碼 去大家完全終止了繼續追討的討論 當然如果這個Settlement 是經一些譬如說律師 或者保險公司去處理的話 這件事就會企利很多 如果不是 如果兩邊簽證 大家承諾不再追究 都要寫的條款可能更好 如果不是 上次Gary有提過 原來你只不過是為了財物的部分 我們已經割不相干了 誰知原來寫得不清不楚 去等人跟你追財物以外 再追人身相亡 說他自己怎樣扭傷頸 晚上不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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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什麼性功能失調 再追的話 可能這條數就越追越長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下次再回來和大家聊 一些保險上有趣的話題 拜拜